欢迎收看小李福球 咱们继续说回这个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cp本偷风老问我这个 曾经山和王口琴是真的是假的 首先我就根据我 首先我这边两个人不是不认识 他们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是他们内幕的朋友 我说我不知道 嗯第二个 嗯国评内部 陈体明显回应是假的 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真魂方他打不了 万一吵架就没办法弄 国评还有很多这个 这个边边边线是吧 这个边线球团进行回应 当然也遭到了沙徒 这个cp本的有组织的网报 包括这个陈启也是网报 人家都把地址给露出来了 我把地址露出来了 你们敢过来吗 当然cp本呢 也就只是那职员网 只是四十强 他们都不是四十强王者 都是网报王者 都是一群 哎呀 我觉得很那个什么 我觉得要是真的是被 被那个那帮蹭流量 挣钱的人带节奏呢 我觉得那挺无知的 对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 那人家说真假 这个首先我不想回应这个问题 而且我也不想聊这个问题 但是确实把我逼急了 一帮 三十五以上 四十五左右的大哥 问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孙景莎 跟你是你女儿吗 也不是吧 你要是你女儿 你肯定比我清楚呀 你跟孙景莎也没关系 你跟王主钦 这个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也做不了王主钦 跟孙景莎的爹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关系 你要是二十六岁 小姑娘问一问就算了 是吧 可以科CB 我二十二十二岁之前 也科CB 但是三十五以上 你还科CB 太搞笑了 真假我不知道 首先 真假你肯定也不随理 第二呢 就是 又随马龙帐上 随王白玉帐上的 随刘国两个帐上 搞笑不搞笑 真的太幼稚了 就这种随雷帐上 我觉得太幼稚了 挺挺楼的 反正我觉得 我不觉得 还这个 还这个 这个还挺 沾沾自喜 我觉得你有什么 可以沾沾自喜的 行了 说了这句 这也是最后一次回应了 真假跟我没关系 真假我也不随理 还有这个生日应援呀 我们是正经聊 求战人 不跟你饭桌不一样 谁过生日我也不应援 我最多就跟他快乐 另外你饭圈离我远一点啊